银黄州沿着泰斯渡厄山 一路向北的苍穹上乌云密布 在那阵阵雷电与黑云的翻滚中 似乎天地在这一刻成了一色 透着压抑如同一个巨大的牢笼 其内的众生在这牢笼内无法脱困 只能默默承受 豆大的雨滴清淡而下 席卷大地掀起一团团如屋一样的水汽 从地面向四周一圈圈弥漫 清洗万物 在这暴雨里 一艘足足三千丈的巨大非洲 正在天地之间呼啸前行 速度之快 直接撞出一连串的阴暴 以及浓密的水雾 远远看去 如一条苍龙在天空遨游 尤其是这非洲的造型 本也是龙形 船手更有两条长长的龙须 在鸡翅时飘扬 其上闪耀幽光 可探查八方 非洲内 许青穿着一身紫色蕴巾道袍 头发用白色件红飘带竖着 站在甲板上 双手按着船栏 正隔着雨幕遥望远处 目光所看一片朦胧 整个世界在这一刻仿佛混沌初开 无尽苍茫 遥望这一幕 会不由的生起一种天地浩荡 自身渺小之感 这让许青想到了 诗境内所看青铜古门 以及自己通过禁忌法宝 窥探到的天地间 那些不可直视的存在 他们好似寄生在了这片世界里 万物众生 成为了他们的养分 让人厌恶 许青轻叹一声 收回思绪 离开八宗联盟 已经半个月了 这半个月里 他除了修行外 更多的时间是站在这里 遥望远方 心中多多少少对这一次的远行 有种特别的情绪 有期待 有惆怅 有复杂 期待 是因接下来 他将在一个陌生之地 展开一段新的人生 他从南黄州溢渝之地 走到了七血同 又走到了银黄州 如今要去的地方 是凡俗之辈一生 也都无法达到之处 一郡之都 惆怅 世音 朝霞山 他渴望立刻达到 也忐忑亲眼看到坟墓 这种种情绪交错 就成了复杂 许青默然 许久 他低头看向手里的小印 此物只有指甲盖大小 通体黑色 上面雕刻一些凶兽图腾 很是精致 老祖所送的这枚小印 在这半个月 已被他彻底研究明白 这是一个主杀伐的利器 一旦展开 具备无坚不摧之能 只不过以金蛋秀为 去摧发的话 难以一蹴而就 需要长久运养 才可让其具备一次 瞬间激发的能力 如今半个月过去 许青的运养已经完成 此刻摆完之后 收起的一刻 船舱内有人走出 来到了许青的身边 见过五爷 许青抱拳一拜 来人是个老玉 正是气血童第五风的风主 他身穿一身青桃 容颜苍老 头发灰白 可眼睛却很亮 此刻站在船首 老玉看了看许青 脸上露出笑容 对于这个为气血童 带来诸多荣耀的弟子 他从心里认可 看着许青 他似乎能看到 气血童的未来 所以他很努力地 让自己看起来温和 只是多年研究阴邪之阵 使得他从骨子里 都透着阴寒 以至于这笑容里 都带着灰之不散的阴沉 你的心不静 老玉望着许青的眼睛 他感受到了眼前这个弟子 心中似乎有波澜起伏 许青点了点头 人这一生总有离别 总有远行 总有控制不住的情绪起伏 此世外人无法帮你 为你自己想明白 想清楚才更通透 你还小 这一次就当是一路看看风土人情了 风海郡十三州 银黄州位于最南方 接下来我们途径四个州 就可以到达风海郡的中心郡都了 而每个州的情况也不一样 虽以人族为主 但众多外族族群也有不少 老玉笑着开口 阴沉之意还是强烈 五爷 这一次路程需要八个月吗 许青豹全到谢老玉的安慰后 轻声问道 没错 我来找你 也是要告知你这件事 这一次我们将借助七个公共传送点 以及三次奇异介路 还有三个月的沙漠飞行 最终才可以达到 算算时间应该正好八个月 为安全 路线保密 你自己知晓便可 说完 老玉拍了拍许青的肩膀 许青 来之前老祖和你师尊都 与我交代过 等到了郡都后 你有什么需要老生 我做的 尽管开口 老生我不善斗法 我善震杀 五丰丰主笑容里 本能蕴含的阴沉 此刻更为明显 透着一股血腥之意 许青没有意外 七血童的风格一向如此 而阵法之道 正邪两极方向不同 显然五丰丰主 所擅长的是邪门之阵 以阴沙为主 多谢五爷 许青抱拳一败 与此同时 在这天地暴雨 洒落人间之时 在泰斯渡厄山脉内 一座孤坟旁 站着一个身穿缩衣之人 他默默地站在暴雨里 任由雨水落在身上 发出哗哗之声 在那雨水将天地 以水线连接中 他慢慢抬起头 遥望苍穹 此刻远去的非洲 斗笠下的双目 透出一抹淡金色的光芒 那是神性的表现 一股强烈的杀意 在此人内心翻腾 可却与其气息一样 丝毫没有显露在外 浑身上下 更是没有半点波动 他站在那里 就好似与四周融为一体 无法被感知 云儿 你生前最想杀的人 为父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帮你达成所愿 缩一之人低头 望着面前的孤坟墓碑 轻声开口 声音沙哑 他前方的墓碑 在那风雨里 自己有些模糊 但仔细去看 还是可以隐隐 看出上面的一行字 爱子圣云之墓 坟内没有骸骨 这是一个衣冠种 许久 风雨中 这缩一之人 抬起脚步 向着非洲远去的方向 迈步前行 时间就这样慢慢流逝 许青一行人所在的非洲 飞过了运县万古河 横跨了北部冰原 翻越了银黄州的边界 踏入到了去兆州的地界 与银黄州不同 去兆州没有海 所以无论是气候 还是温度都不蕴含氏气 常年居住在银黄州的修饰 在这里会觉得有些干燥 不过简单的适应之后 这种感觉会很快消失 而去兆州内山巒很多 连绵不绝的同时 这里的一族也比银黄州多了不少 一路上如之前五爷所说 许青的确是看到了不少风土人情 一个又一个奇异的族群 使得他对万族有了更多的了解 比如此刻 他们一行人所在的非洲 在一片五颜六色的平原之上飞行 下方的平原似乎地质很特殊 所以颜色博杂 低头去看 平原好似被一片片不同的颜色拼接出来 充满了奇异的同时 有一片差不多万丈左右的绿色地表 突然模糊了一下 许青注意到这一幕 眼睛一拧 仔细观察 很快 让他心神震撼的一幕出现 那片模糊的绿色区域 竟然从地面上坐了起来 这不是平原 这赫然是一件绿色的长袍 它太大了 扑散在地面上 若不知晓其真身之人路过 乍一看 会认为这片绿色本身就是平原的一部分 可实际上这是一件巨大的衣服 几乎在它坐起的同时 平原上其他的色彩 就也都熠熠坐起 更有一些升空靠近非洲 它们居然全部都是衣物 有衣服 有裤子 有帽子 有手套 整体去看 偌大的平原上这些衣物有大有小 数量之多怕是不下百万 如今漂浮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 它们环绕在非洲四周 随着非洲一起前行 不断地转圈 这些衣物蕴含了等级 有的奢华 有的肃穆 有的如平民 有的如侍卫 但却没有穿戴的身躯出现 它们只是衣物 此刻在这环绕中 许青神色凝重 队长也从船舱内跑出 到了他的身边 望着那些衣物 表情惊奇 难道这里也有一个幽精 非洲上的其他人 也都在看到这一幕后 各自警惕 满是戒备 而子玄上仙 也少见的从船舱内走出 望着那些衣物 他嘴角露出微笑 向着非洲正前方一件公主裙 打了个招呼 那件公主裙 两个袖子一甩 如人一样 欠身一败 随后无视非洲防护 直接飘了进来 到了子玄面前后 竟然和子玄拥抱了一下 接着有神念传出 与子玄似在寒暄 他们仿佛认识 外人听不到具体 许青也是心中充满了奇异 持续关注时 不知子玄和公主群说了什么 那公主群竟转过身 好似在看许青 许青低头抱拳 很快 更多的衣服从下方大地飞来 其中有一些侍女的衣服还端着一些铃果 无视非洲的防护飘入 招待一般放在了非洲上后 这些衣物没有立刻离去 而是好奇的在众人身边飞来飞去 从他们之前的举动以及气息可以感受到 他们没有恶意 许青的面前是一些手套 要是很多 大都线系 在他四周环绕后 发现许青没去理会 于是飞到了队长那里 队长好奇地打量 还抬手戳了戳 时间不长 子玄与公主群寒暄完 那公主群袖子一甩 顿时非洲上的衣物散开在了非洲外 再次环绕 好似守护一样 护送着非洲快要飞出这片平原石 他们摆出告辞抱拳的样子 纷纷一败 这才离去 直至看不见踪迹 非洲上的众人才松了口气 一族在屈兆州内是大势力之一 没想到上仙宁居然与他们相识 武风老玉感慨开口 子玄上仙轻轻一笑 我与他们族的长公主是旧时 年轻时曾一起外出游历过 她当年总是想让我去穿它 都被我拒绝了 前辈 那个穿了会怎样 队长在一旁文言心头一跳 右手放在了身后 忍不住问了一句 许青眨了眨眼 她看到了队长放在身后的右手上 戴着一个薄纱材质的黑色手套 正是方才在其身边环绕的青纱手套之一 不知什么时候被队长戴在了手上 子玄大有深意地看了队长一眼 淡淡开口 穿上之后 就会和他们强制达成一个古老的契约 覆盖的血肉 从此属于他们 队长文言松了口气 抬起右手看了看上面的手套 这样啊 那也没什么 既然是子玄上仙 您的好朋友一族 弟子就当是送了 队长说着 一口咬在自己的手腕上 在非洲上所有人的古怪目光下 队长咔嚓一声 将自己手腕咬断 全程他神色没有任何变化 显然是习以为常 此刻咬断后 他拿着戴着手套的断手 向非洲外一扔 还笑着左手挥舞了一下 再见啦 以后有时间我来找你玩 那戴着手套的断手在非洲外漂浮 竟也向着队长挥了挥告别 带着一些依依不舍 慢慢远去 你能想象吗 我自己的右手在和我打招呼告别 队长看着许青一脸的感慨 许青默认 四周众人一个个也都不知说些什么 这一幕更是看得无间乌眼睛睁大 露出奇盲 失心大发 鼓有大蛇断尾巴 吃了之后跑回家 今有二牛咬断手 五指姑娘是朋友 让我感到复橋 一些疟友 如果忍然 手刀